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昨天新增446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再有45人染疫病逝 这也是我国自疫情爆发以来死亡病例的新高记录 我国昨天新增45起死亡病例 其中雪兰额死亡人数最多达20人 他表示这些死亡病例年龄介于36到90岁 此外 昨天的新增病例中 雪州依旧占最多数达1650人 接着是沙拉越433人 以及柔佛391人 我国昨天再发现14个新感染群 其中7个是社区感染群 4个宗教感染群 以及3个职场感染群 针对国内的变种病毒病例 诺尔医上指出 医药研究院在5月10号到14号时 已经对10个基因组测序样本进行研究 其中有7个样本含有令人担忧的变种病毒 分别是4起南非B1351变种病毒病例 以及3起印度B1617变种病毒病例 他表示 新增的南非变种病毒病例 是在吉隆坡发现 并且涉及本地公民 截至目前 国内已经累计66起病例 至于印度变种病毒病例 则是在国际入境处和通过有症状筛检后发现 3人都是外籍人士 并且曾经到访印度 对此 诺尼医上再次提醒民众保持警惕 并且时刻遵循卫生部给予的建议 全国警察总长达多斯利阿克里斯坦尼指出 警方严正看待以色列对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 包括大马所发出的安全威胁 促请国人保持冷静 针对以色列对支持巴勒斯坦国发出的安全威胁 阿克里斯坦尼表示 警方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提升各方面的安全防控水平 以保护大马人的公共秩序与安全 同时 警方也会做好各种应对措施 时刻关注事件的进展 以确保国内不会因为相关课题发生任何不愉快事件 登教楼一名技工在工作的时候 不幸被八公吨重的天然气输送钢管击中 头部重疮当场死亡 这起意外今早大约主点发生在德洛卡龙工业区 死者是29岁的阿玛沙亭 他被驿管超过12米长的天然气输送钢管击中 导致头部和身体多个部位受到重伤身亡 干马碗警区主任还原浪指出 事发时 死者正在油漆驿管 刚完成烧汗的天然气输送钢管 不料 原本放在架子上的天然气输送钢管 不知何故忽然滚落 击中蹲在架子旁的死者 他说 死者的同事发现事故后 尝试把死者救出 可是钢管太重 因此立即报警求助 然而 当消整能源使用起货机移走钢管 将死者救出的时候 死者已经没有生命迹上 吉隆坡警方在复读路展开取缔行动 成功侦破一些网络赌博非法活动 共有12人遭到逮捕 包括8名外籍人士 金马警局主任 Muhammad Zainal 透露 这次的取缔行动中 当局一共逮捕12名年龄介于20到40岁的嫌犯 据了解 他们是在单位的楼上进行非法赌博活动 试图掩人耳目 不过 最终还是被警方侦破 如果我们看到MU 这些网络资本 他们使用原刑在高级上 相当于以前的网络资本 他们全部都在下宫 所以这些网络资本 我们的网络资本 会认为我们的网络资本 除了我们的网络资本 因此结果这些网络资本 其实是网络资本 Muhamad Zainal 表示 近期的非法赌博操作都和以往不同 因此 警方很难察觉不妥 而这次的取缔行动可以获得成功 也是因为民众提供准确的情报 另外 他补充 当局在这起取缔行动中 充公了四台电脑 两台投影机以及现金 目前 所有的嫌犯已被押回警局 警方援引1953年公开藏所赌博法令 第四条一款条文 以及1959-1963年移民法令 第六条一款西项条文展开调查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 我是戴近航 再会